這首歌G調 咪在這邊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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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d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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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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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中间啊 你如果说stride 对不对 你用stride先把它弹好 然后空拍的时候 再用那个翻译 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 基本上 你今天只要学会stride就好 然后学stride学好 然后再来学 slo-rock slo-rock上也教过 然后你就综合一下用 这样子 那基本上 你们弹的时候 一定是 一综合就会乱变 一种就stride一直弹到底 另外一种 就一直分解 D 就这样分解和弦 然后综合就这样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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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综合 有的时候 stride用完 右手分解 或者左手分解 就把它综合起来用 就是这样 我都教过 但你们现在就一步一步来 先写stride把它弄好 然后再分解和弦 这样子 那是你转调的那个地方 转调我解释一下 像G调 因为在目前G调里面 它只有两个和弦 所以一个 D 和弦 一个收和弦 看到没有很简单 然后到 转调的时候 D 以后 转到降B调 G调转降B调 就是 G调本身的直接转 是合理的 就转到以后呢 就开始要进行的时候 就是 D 再 F 再 S F F M 那和弦进行的时候 如果写英文 看英文这样 降B 降A 然后再来 F 再降E 再D 就这样 那这要花点时间练了 就是用降B调的 降B调 对 对 那这个要转过来 就是你要 D F S 降B调 对 那如果说同学习惯用 那又 我不讲嘛 又 你如果用固定调看 就用全部 从头到尾就吸掉再看 那明明基调 那就看到这个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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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的因为 你看到发就要升加 升级好 那其他都是 都是用固定调在看的 你管它什么调 就是 就是用固定调看 可是固定调就是有个缺点 你没办法吸收 月里 月里 你没办法吸收到 你不知道里面的奥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固定调的人 谈到后来很会看 但是里面内容 他就不知道 或者今天一换 他就完蛋 我觉得有什么 有什么那个 回家